大家好 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个八字格局法当中的十神格成格小件 一般成格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个神 但是这里头财格一般的不分偏证 一般论格局不分偏证 如果细断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分偏证的 那么十神格和伤官格它是两个格局 十神是属于喜的比较好的吉神 而这个伤官它偏凶的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分开讲 你看十神格 那后面我们会讲到伤官格 但是伤官格和十神格是属于比较复杂的两个格局 它不像应兽格财格那么单纯 我们来看一下十神格成格条件 一 十神当令 这是必须的 一定什么成格什么得当令 对不对 从阅令透出 只许一位 一位才叫做十神格 如果多达两位以上 包括两位 多达两位以上就是包括两位 只要有两位以上那种情况 那么就以伤官论 就以伤官论 但是这里头有一点可能会引起各位误会 我不想误导各位 我要说清楚 就算是十神当令 但是多达两位以上的时候 以伤官论 但是不以伤官格论 还是以十神格论 只不过它是以伤官来看这个十神 好 第二 命局没有肖神 或虽有肖神 但有制约 就是说十神格最怕肖神 因为肖印夺实 对不对 肖印来克夺这个十神 那么就使得它破格了 那么如果这个病神 也就是肖神出现 我们再想办法找个药神 那么如果出现财来滞肖 那么是不是又成格了呢 它就又成格了 这就是属于先破后成 先破后成 第三 日主有根气 罪印有强根 这个日主 当然就是指的是日元 就是日元就是元臣 那么这个字要有根气 它得有根或有气 它最好的就是有强根 强根的往往就是建路之根 就是路根 或者帝望之根 也就是所谓的灵观帝望 也就是所谓的路和刃 这是它最强的根 其次呢 就是掌生根 再往后呢 就是印生的根 就是硬根 但硬根其实往往不算根 它算源头 有源头来生它 但是还有库根和鱼气根 也算根吧 但是它最宜强根吧 强根就是建路 帝望这样的根 强根 第四 实神生财格 不能有笔节直接克财 你想它实神格 实神透财经的实神生财 对吧 成立非常好 但是实神生财格呢 依然是怕笔节来夺 笔节一夺了财星 它就够不成实神生财格 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也讲过财格 财格 如果遇到实神 就是实神来资这个财 因此叫财格洗实生 这种格局 而咱们现在所讲的是实神格 如果遇到财 叫实神生财格 这是两种格局 都不一样 都是不一样的 你像财洗实神格 往往不怕接财 往往不怕接财 但是实神格透财 往往怕接财 所以这一点 你要弄清楚 它是实神格呢 是实神格呢 还是财格 神们为格 神们为本 财格为本的话 透出实神 不怕接财 但是如果实神格为本的话 它透出财性 再透出接财 它特别怕接财 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 因此很多人就说 哎呀不对啊 这明明都怕接财嘛 财就怕接财嘛 是 但它什么格啊 对吧 如果真的是财格实神 财格洗实神来生 它不一定怕这个接财 但是实神格生财 肯定是怕接财的 所以实神生财格 不能有比较直接可怜 这句话要重点 它主要是与财格实神生 有个区别 好 实神质杀格 不能质化两利而互爱 实神质杀 实神来质杀 那么实神旺一点 杀弱一点 非常好 对不对 但是就怕两者 实神质杀两庭 但实神质杀两庭 它如果是杀 七杀格 实神质杀两庭 非常好 叫杀实杀两庭 但是这是实神质质杀 这个时候杀还这么牛 对吧 跟它抗衡 要夺这个实神之权 有这么种感觉 所以这种两庭呢 就属于两利 这种两庭实神质 不是两庭 是两利 就两个国家对着干 有这种感觉 所以就有户外 往往这种情况下呢 很容易造成实神格的破格 因为实神 实神不一定能够制服这个杀 一旦两利的话 就相当于实神是好的 杀是坏的 这个实神呢 是很有善心的人 这个杀呢 是一个恶人 但这两者 势均力敌的时候 往往这个善良的人 他就会心软 就会导致一个杀 就会无治 实神就反倒斗不过这个杀 但如果是杀格 实神跟杀两利 那么不怕 那么实神是有力量制杀的 好 再看这个 除实神制杀格外 不能砸官杀 除非有自能清除 就实神制杀 他也怕官杀混杂 就讲的是这意思 因此要清除一下 好 八字 抛弃实神时 实神要抛的彻底 不能弃之不尽 像这种格局呢 也是一个特殊格局 这种格局呢 就是我们如果见到呢 很多人初学者不会断 它属于叫弃时就杀格 或者叫弃时就杀印格 弃时就杀印 弃时就杀印 有时候可能叫弃时就杀 它分组合 如果没印就弃时就杀 有印就弃时就杀印 实际上有没有印 都希望就杀印 就是实神不能够被你所用了 它用什么就被你所用了 结果呢 这个实神的力量 被印制服 或者被杀 来斗住 这个情况下 必须得想办法 重新立格 那就是弃时就杀印 这种情况 往往呢 弃时就杀印 就是因为有印的存在 往往有的时候 没有印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杀的 它由于会生印 它也倒向印 就是因为这个印有 它就会 就会 制这个实 所以叫弃掉实神 不用 好 那咱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有问题可以给我们再底下留言 谢谢 谢谢 谢谢